垃圾焚烧炉是重要的环保设备,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灰烬,不断地附着在炉壁上,造成由多种酸性、碱性无基岩组成的鸡灰和结渣,较强腐蚀性对炉壁造成损伤。 热传导轻差,大大降低水冷壁、患热效率。燃烧炉温,要求控制在850摄氏度2秒以上。 炉塘核心区域温度的监测至关重要,大大降低有害气体二恶应产生。 目前炉内检查和炉壁清理需停炉作业,缺乏炉塘核心区域温度监测,给客户造成巨大浪费和损失。 两大痛点和难点问题,长期困扰客户。 哈尔滨科能子公司,天津科能光电利用企业深厚的科研实力,推出多功能高温机器人。 多功能高温机器人本体构造精巧,由1B、2B、3B组成,安装简单。 本体采用新型耐高温合金材料,耐酸、碱、防腐防磨,配备有四大功能模块。 视觉模块,非接触式机灰清理模块,防截胶剂喷散模块。 接触式机灰清理模块,温度监测模块,可根据用户需求,自由组合配备。 多功能高温机器人,在智能控制系统指挥下。 1.远程运动控制。 楼门密封系统启动,卢外机器人移动监控相机工作。 2.卢内监测。 监测卢壁机灰,解扎情况。 监测卢塘核心区域温度。 3.远程传输。 视觉信号、温度信息。 机器人目端模块卢内位置信息。 距离信息实时传输回中控制。 4.机灰清理。 高压气体清理机灰。 高压水准确地清洗机灰和解扎,实现爆灰。 卢壁残存少量丸子。 接触式机灰模块,定点扒灰功能发挥作用。 卢壁经过一体化深度清理后,厚层及顽固性机灰大大降低。 卢壁传热效率将得到极大改善,从而提升锅炉出力。 在不停炉情况下,为卢壁机灰结搭深度清理。 卢内温度监测、卢内燃烧情况监测,提供在线一体化解决保障。 多功能高温机器人不仅适用于垃圾焚烧炉, 它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高温、强酸、强碱环境。 感谢观看